一份报告指出 美国贫困线的疫情总体死亡率 几乎是负育线的两倍 而死亡率最高的前300个线 平均有45%的人口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在美国第三波疫情期间 美国最贫困线的死亡率 是负育线的4.5倍 在最近的一波疫情期间 这种死亡率的差异也几乎达到了三倍 贫困线人口缺乏医疗保险 被认为可能与此极其相关 还有研究显示 美国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的 疫情住院死亡率是白人的2到3倍 原住民长期遭受歧视 被边缘化 甚至无法见到预约的医生 他们缺乏自来水 健康食品和基本公用设施 相关医疗机构资金严重不足 相关报告和研究的结论 尖锐地指出 美国政府和社会 存在着对穷人和少数族裔的刻意忽视 而这种歧视显然破坏了他们获得救治的能力 正如这篇研究报告 开篇指出 新冠病毒不歧视 在美国社会歧视 如果美国政府真的重视和保护人权 他们应该毫不歧视地重视和保护 每一个人的生命和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